这里就是海龟沙滩 海龟妈妈 不用沙子把蛋埋起来 我也来试试 看来小偷还没找到这儿 我们先把海龟蛋收起来 保护好吧 小偷 你才是小偷呢 别跟我说话 我要罚火了 据我分析 他们不像是小偷 据我分析 他们也不像是小偷 他们肯定是小偷 我们是海猴纵队 负责海湾片区的安全 这是海边咖啡店店主比利 送给我们的锦旗 这个比利怎么老是被救啊 比利是退役的救援队队员 但他不服老 总是冲去救人 结果就这样了 看来是闹误会了 我叫卡卡 他叫琪琪 我们也是帮助店主比利 过来保护海龟蛋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路过海间咖啡店 老板 来一杯咖啡 桌面上有打斗的痕迹 有听过 果然不是我所料 快醒醒 发生什么事了 国家比利是这里的店主 快说 海龟沙滩在哪儿 你们想干嘛 我绝不会告诉你 我们要偷海龟蛋 你们休想 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要去保护海龟蛋 我是侦探卡卡 我是五者琪琪 这件事都在我们身上 事情就是这样 你们才是小葱 你们才是小葱 冷静点 他们不是坏人 那两只老虎和三只猴子 怎么吵起来了 一群笨蛋 要偷海龟的是我们 波部队长 你做到广播器的开关了 刚才的话他们都听见了 又是你们 银河盗猎团 你们偷海龟蛋 想干什么怪事 我会乖乖造作他们 收集海龟蛋 是为了研究成熟招物吗 波部队长 你的肚子又安在广播海关上了 我们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尝尝我的新发明 龙卷风生成器 海龟卷风生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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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敲 变形 你们去把海龟蛋追回来 我来抢救 龙卷风会自动把海龟蛋 卷到中心 然后收好 太神奇了 你不是说你出去了 出了什么问题 好想去帮他们呀 我来帮忙 不负老不行啊 我有办法帮助他们 海龟图龟 我来帮忙了 把接住的海龟蛋先给我 我送给抢救 你们继续 好 好 这个没有损坏 这个也没有 这是最后一个了 大家别放松警惕 海龟蛋是保住了 可龙卷风还很危险 不能让它 烧开海边的居民 可怎么对付龙卷风啊 我有办法 龙卷风 会往气压梯的地方移动 我和卡卡 在岸边快速移动 就能知道提气压 让龙卷风慢慢转移 熊熊 你去山崖那里 画一个山谷 我们把龙卷风 引到山谷里面 就可以把它困住 成功了 原来是这里有问题 龙卷风那儿去了 被他们困在山谷里 消失了 气死我了 幸好我带了 两个龙卷风生成器 我现在就把它调成 超级模式 超大龙卷风来了 超大龙卷风 威力分两倍 忍输吧 我们的目的 不是要收集海龟蛋吗 你懂什么 先把他们打趴下 再收集海龟蛋 抓住了 幸亏海龟蛋被收起来了 海龟妈妈每年都会回到海龟沙滩产卵 绝不能让龙卷风毁掉沙滩 孩子们 先躲起来 照顾好自己 比利大叔 你不用担心我们 我可是无者 我们可是海龙冻队 我可是真的 大家别急 这是我的高精度侦察无人机 能全方位探测超大龙卷风 很快就可以 果然好快呀 风这么大 你的无人机飞不过去啊 卡卡 我们一起开船出去 去到接近龙卷风的位置 再放出无人机 嗯 是个好主意 这样无人机更接近龙卷风中心 收集分析的数据就更准确 你开着气垫船 跟着我的火箭桥 我来给你破风开路 好 这里应该可以了 这次没被转进去 看来能成功 想不到吧 我的龙卷风是智能的 锋力加强 可不怎么变大了 卡卡 机械B 太危险了 我们回去吧 你们干嘛 并排站在一起 站 站在一起 不那么容易被风卷散 那你们是要什么 生活那么美好 我还唱歌呢 啦啦啦啦啦 我的卡卡 超大龙卷风 超级无敌 还可以更快更强 现在它转得太快了 感觉我们的飞船都跟着转了呀 你说的没错 我们被转进去了 超大龙卷风 还有五分钟就要到达海龟沙滩了 能不能再把龙卷风引到山谷里去 不行 这个龙卷风太大了 可能会把岩石都卷起来 那是风 就更麻烦了 怎么办呢 大家先别着急 先喝杯咖啡 一定能想到办法了 我有个办法 看好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制造反方向的旋转 来抵消超大龙卷风的威力 没错 可是怎么制造出那么快速的旋转呢 据我估算 把三个火箭雪橇和气点船拼在一起 就有足够强大的推动力了 我们用火箭橇的飞行板 放出来当绳子固定 好 还差一点点 没事 还有我 流星锁 这是我们的超级火箭锹 我们驾驶超级火箭锹 绕着超大龙卷风反方向转 肯定能成功的 加油啊 真散卡卡 舞者奇迹 海猴纵队 可是 天才大侦探 可是 公布女侠 我们可是 海猴纵队 还不把我拉出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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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加油